我不是跟我爸爸一起住的 他老人家又怕麻煩到子女 有什麼不妥都不會跟我們說 所以平時都很擔心他 不知道他什麼身體狀況 又或者他生活過得好不好 於是我就用了House 孝子親智能家居組合 放在我爸爸家裡 我家也有一次是夜深的時間 在House看到一個訊息 就說我爸爸家裡大門打開過 我心想爸爸沒理由這個時間出門口 於是我就打電話給他 誰知打也沒有人聽 也挺害怕的 於是我就馬上去我爸爸家裡找他 一去到才發現原來家裡的冷氣壞了 爸爸下了樓下洗澡 你知道晚上一個人 還要她在那裡沒有保安 也挺危險的 那次幸好有House 我才可以知道爸爸家裡有異常 這套智能產品最好的地方 就是不需要裝鏡頭 我爸爸就不會覺得他自己的私隱被侵犯 我只需要看著APP 就可以知道我爸爸日常的生活作息 也可以了解他多一點 用了House之後 我知道爸爸在家裡一切安好 我真的放心很多 有心情 我都在家裡睡到 有心情 毛章 在家裡 有心情